花莲施工所市民一郎6月份展出田船道风土人文个人展 田船道将这两年来利用出游或是平日拍摄的照片 搭配书法写作成为一幅独特的作品 而这次展出的包括人文风景还有人物等主题共有26件 让施工所的同仁还有前来洽工的民众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 职业军人退役的田船道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拍照也喜欢写书法 最近几年他把书法结合摄影成了一幅幅有画面又有文字的艺术作品 今年6月份在花莲施工所市民一郎举办了田船道风土人文个人展览 那第一个就是层景就是日出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风景 第三个部分就是人物的部分 第四个部分就是动物的部分 区分为这四个 大概两年前左右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喜欢拍照嘛 拍照拍出心得来 再来是自己喜欢写书法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 所以说两年前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就是按照那个照片里面的内容 你就选择合适的那个词 就让你这个作品可以能够比较符合这个作品 所以我就大概想你要什么词比较配合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市长威家宴肯定花莲有许多杰出的艺术创作人才 市民一郎提供了展览空间 要让更多人一起来体验艺术的美好 田老师其实将我们花莲的很多的风貌 然后都照下来 那也希望说用这样的方式 更能呈现花莲的美 那他自己留学书法 那会在他的作品旁边 会增加一些书法的一些文字 那也希望说来到公所办公的 我们市民们可以在上楼的部分 可以好好享尽一下 那其实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花莲的一些美景 未来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来到公所 就是你有很多的作品想要展览 其实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给大家 做一个展览间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见自己的作品 田船道风土人文个人展有26幅精彩作品 包括了人物风景人文等等 色彩鲜明透过文字阐述 仿佛是身丽其境 这一系列独特的艺术作品 不仅让公所同仁上班欣赏可以调试身心 更可以让前来恰功的民众 也感受到不凡的艺文气息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